他本來是企業家來的家裏 民國時是有很多災難的 清活民粗時 他做很多慈善 他太太支持他 最後他去了廬山 我們說廬山應該是青島那一片 那裏去掩關 就做過他醫生 他有沒有選擇到來我們的杯道山 他有沒有過去那一片 高學齡居士其中一個 他曾經在上邊居士林閉關一百天 因為他過來香港那裏是 從大演期佛施去歸醫地閒佛施 那當時他說因為演期佛施 他是縮業很重的 就是那本書裏這樣說 他就代他 因為他用他所有的功德 他就代他受這個縮業 我們說因為我們是在家居士人 我們不明白受戒的時候 廢道的時候 你要受那個三盆大戒的時候 你會遇到什麽景象 我們沒有遇到過 但是剛才我說的 如果有三個佛教的宗派的祖師 幫他寫這本書的罪 即他們會審審裏面寫的東西 應該是有這件事 才會被他這樣表達下來的 所以我們說 演期佛施他由道捐佛的恩緣 都是很… 即我們說是很難得的一個恩緣 那另外我們當時說 有演期佛施未出家前一個居士 張遂佛先生 說佛施有一個居士 還有一個叫做黎月珍居士 大家又要認識一下 黎月珍居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們香港大坑有一個居士 那個呢 是的 他說當時他是因為 因為從演期佛施 即是鄧總鎮興這個青山寺喜好之後 他一旦讀那個藏經 讀到裏面有這個動物 即我們講有 動物和動物又不同 即他是屬於我們中國傳來的 蜜伐唐蜜 動物那邊的一個派系 他說原來裏面有很多的經典 他就上去傳承回去 所以他就跟他夫人 張元明夫人就去了大坑居士廊那裏 開了那個道場 那個道場現在還在做運作著的 那也都是他們是 跟我們青山寺有這樣的淵源 那所以黎月珍居士是一個 那還有一個居士我們叫做 李柏龍居士 李柏龍居士他也是一些 我們說是清朝的官員 退下來之後 他的名叫做拔拔居士 蓋號叫拔拔 拔拔也是佛教的一種用語 我們說的 他就叫做不生不滅 就不一不二 不常不斷 他就是幾個八樣東西 他有這個外感 他就是其中一個居士去推動的 你想想他們 都是一些 我們說的飽鶴 飽鶴之士 幫忙去推這個青山寺 所以欠其北施 才會見到一個 這麼大的道場出來 還有一個 我們說要記的 就是本達文居士 他也是一個 當時的其中一個居士 這個居士 可能你聽過 沒有聽過 就是黃花崗七十字列市 大家有沒有聽過 黃花崗起義 當時黃花崗起義 他是記者來的 當時他就去 因為那個起義失敗了 他是冒著一些銀行 把所有的意志 的姿體收集了 撞到廣州的地方 叫做黃花崗的地方 當時有八十幾個的姿體 有名有姓 或者認得可能只有七十二個 所以 那些就沒有流傳下來 代表性的就是黃花崗七十字列市 就是他去做的 就是他去做這件事 那當時他也是 下來香港這裏 就是青山市的那時的中興 他也是其中一個居士去幫忙做 所以 我們說中外名人很多 就是在這個青山市裏面有關聯的很多 那最後那個潘十明居士 其實最後他過了一生之後 都是撞到黃花崗那裏 就是你去到你可以看到 他的墓園沒有人 是啦 最初是不讓他撞到的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說 他對那個奉獻很大 那也就是將他撞到黃花崗那裏 那裏 所以你要看到潘十明居士的墓 你就可以形象到他 從青山市的淵源 那這個就是 我們說居士林裏面的一點點故 那除了一樣的事之後 我們還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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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